當時對於非英工出國 這部分有比較從遠的 從考量從人的健康安全方面 做一個法官 那目前確實我們應該來檢討 讓方人如果有出國的需求的時候 我們就比較回復到一般的申請的程序 部長就是因為指揮中心 10月13號已經開放邊境了 但是因為教育部好像還是有 就是針對這個基層 就是你們自己院部委員 跟我設這個出國的限令 那不曉得教育部的考量原因是什麼 因為有基層在抱怨說 這個已經比醫護還要嚴格 另外就是不曉得 如果對於是各縣市的老師的話 有沒有類似的限制 針對之前教育部相關同仁 出國的這些請假申請手續 那當時確實是因應整個疫情的考量 尤其是當時國際的這些疫情 很多地區都是處於非常嚴峻的情況 那當時對於非英工出國 這部份有比較重演的從考量 從人的健康安全方面做一個打官 那目前確實我們應該來檢討 對於過去現在疫情就國際就國內 也都逐漸恢復比較常態日常 那我這部份會請人實事 就以現況來跟指揮中心 目前的相關規定 我們來採取比較更一般性的方式 讓方人如果有這個出國的需求的時候 我們就比較回復到一般的申請程序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